哈喽哈喽欢迎们好我是花田 欢迎来到我的手工小世界 哎呦是谁在我的笔记本里面放了一张小纸条呢 打开看看 哇按序号完成任务还有惊喜 很期待到底会有什么惊喜 那让我们按顺序来吧 首先呢是第一个袋子 看起来呢有一点像葡萄果酱 把它挤在这个盆子里面 然后呢拿出我们的二号 淡淡的粉色看起来呢像水一样 接着呢是这个三号的袋子 看一下里面有啥 是一瓶小小的溶剂 那都加进去吧 哎呦 嗯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 来拆第四个盲袋 这个呢好像很轻薄的样子 看一下是什么 哇哦是导来梦的贴纸 贴纸就暂时不放进去了吧 也许会有妙用呢 然后呢打开第五个盲袋 也是一个小瓶子 全部倒进去 搅拌搅拌搅拌 之后呢就会变成了一份 无棚纱的假水 而且还是葡萄味的哦 水嫩水嫩的又不黏手 超喜欢 还有这个六号的袋子打开来之后呢 里面是一个月亮公主 哇哦竟然还有零食 是一块雪花酥 啊雪花酥嘛 很想跟你们分享一口 可惜你们吃不到 那我替你们试一下好了 这个小礼物我喜欢 嗯吃只雪花酥玩夹水的感觉 太棒了 看到它超强的流动性有没有 天啊今天按照顺序来做的这份假水 真的是太假了 太水了 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就到这里啦 拜拜